23年前贝克汉姆和维多利亚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当时他们的儿子布鲁克林才四个月大 但一眨眼孩子已长大成人 并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据悉女方是好莱坞演员尼扣拉·佩茨 传闻她是不折不扣的亿万千金 父亲是美国著名的投资大亨 身价高达13.4亿英镑 如此财大气粗 自然不将南方家产放在眼里 所以她不仅包了整个婚礼的千万花费 而且让南方甘心签下婚前协议 这一番操作也被媒体和网友戏称 小贝之子成功入坠富豪之家 所以自称名流的贝克汉姆之子 真的沦落到要高攀他人的地步吗 这里是扑基岛 今天就让我们来走进 布鲁克林贝克汉姆的故事 2022年4月9日 两位新人举办了婚礼 婚礼地址位于美国佛州棕榈滩的一座庄园内 同时为了保证整场仪式的私密性 女方家人还在这座价值7600万英镑的大豪宅的草坪上 搭建起了三个巨大的白色帐篷 据了解 每一个帐篷都堪比贸易展销会的大小 可以轻松容纳1000人 其中一个用于婚礼仪式 一个充当酒水吧 还有一个用于晚宴 此外 整场婚礼庆祝将持续三天 有三个婚礼策划师 新娘将换上三套华轮天炉创意总监 亲自设计的婚纱 婚礼的鲜花则有顶级鲜花设计师 Rishi Patel亲自布置 而他也是去年比尔盖茨女儿婚礼鲜花的设计者 婚礼的桌椅家具来自负责过 克林顿女儿婚礼的New Age Designs 婚礼大厨来头也不小 曾经是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的厨师 现场还为素食者部分食物过敏者 希望控制卡路里的侵食者提供了专门的食物 现场宾客则包括绝望的主妇的主演 伊瓦朗格里亚 以及网球巨星塞雷纳威雷姆斯等一众名人 当天六点婚礼正式开始 因为新娘父亲和新郎的曾祖父都是犹太人 所以两位新人采用传统的犹太教婚礼仪式 仪式由一名拉比主持 新郎和新娘则站在采棚下接受了七项祝福 在婚礼的最后 布鲁克林也遵照犹太教习俗 踩碎了一支有餐巾包裹的玻璃杯 据传 这个举动是为了纪念耶路撒冷圣殿的被毁 和犹太人的琉璃颠沛 同时提醒新郎新娘 人类的幸福易碎需要小心地呵护 完成所有仪式后 等人相拥亲吻了六秒钟 八点过后 伴随着摇滚乐之王 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的一首经典歌曲 布鲁克林和妻子步入五职 现场也传出热烈的欢呼声 整场婚礼下来 媒体估计需要耗费300万英镑 但新娘的亿万父亲坚持要承担所有费用 所以贝克汉姆夫妇无需套一分钱 而他们的儿子也只需要出一个人就好 另外 网传这对小夫妻在结婚之前 已经签订好婚前协议 相关知情人士透露 这份协议保护女方财产的成分居多 也就是说 就算离婚 女方损失会少之又少 知情人士还表示 女方如此警惕 是因为这位求新之子 行事太过丰富 从他花心的老爹一样 布鲁克林的浪次程度完全诠释了 换女友比换衣服还快 据了解 直到现任妻子 他已经交往过了九任女友 并且几乎每个月就换一个 第一个则是饰演过超杀女的女演员 克罗伊·摩雷茨 两人交往之际都还只有十几岁 他们被拍到没多久后 就在公众面前承认了这段恋情 不过年轻人的感情 多少是冲动下的产物 因此这段恋情颇为坎坷 四年的交往事建立 他们分分合合数次 反称第二个北美一难忘系列 直到2018年3月 布鲁克林被狗仔拍到和神秘女子 在车内举止亲密后 他们的感情也终于走到了终点 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这是布鲁克林谈的最久的一段 但这并不代表他不会一拖二 据相关八卦媒体报道 在和克罗伊交往期间 他还和法国模特索尼亚阿玛一同出席音乐会 更令人震惊的是 克罗伊当时也在音乐现场 但三人并未碰面 至于球星之子和法国模特的恋情 也不过是一场露水情缘 与克罗伊彻底分手的那一年 布鲁克林迅速与美国歌手 麦迪逊比尔陷入恋情 同样的新鲜境一过 两个年轻人就分手了 而这段恋情仅仅维持了八个月 但多次的分开 并未阻挡这位花花公子的脚步 2018年年末 他在社交平台上再次公布恋情 对方是名模Hannah Cross 比起前几段恋情 布鲁克林这次高调了不少 无论是社交账号还是公开活动 都能看到他和女友的身影 但按照他的感情惯例 2019年年初 恋人就和平分手了 这段结束后 他又在短短三个月之内 和三任绯闻女友纠缠不清 对方分别是加拿大女演员 维多利亚的模特 还有他老爹的朋友的妹妹 几乎无缝衔接的操作 就连媒体都震惊不已 声称小辈之子 越越多有新女友 虽然换女友换得勤 但他的审美一直都很稳定 从长相来看 他大部分的女友 都和他母亲维多利亚一样 有着金棕色的头发 和棕色的皮肤 尤其是他的现任妻子 尼扣拉佩茨 某些角度 可谓是和维多利亚相差无几 所以当他和布鲁克林公布恋情时 不少人表示著名球星的儿子恋母 恋不恋母不好说 但可以肯定的是 这段感情里的布鲁克林 显然认真了不少 2018年 他们首次被拍 并被爆料交往甚密 关系非一般 可后来媒体又拍到布鲁克林 和其他女演员在街头相拥 所以这对年轻人的关系 也就被默认已经分手 直到2019年12月 两人再次被拍到 一同出现在纽约街头 这之后 他们顺其自然公布了恋情 并于去年7月正式订婚 至于订婚戒指 则是南方准备 价值百万英镑 之后仿佛找到了真爱一般 无论是上节目 还是出去和朋友聚会 布鲁克林都三聚不离爱妻 同时 结婚后 他会将自己的爱妻的姓氏 当自己的中间名 身边的朋友表示 这是他对他的承诺 和爱的巨大标志 此外 他还在身体各处 纹满了关于妻子的纹身 据悉 他脖子后面纹着妻子的眼睛 眼睛下面纹的是 一大段配词写给他的文字 上面写道 我永远的男孩 任何时候你感到焦虑 你就看看这个 你拥有我见过的最善良的心 我希望每一天都能被你的爱包围 我感觉你很棒 如果你慢慢呼吸 拥有信任 我们会一起度过困境 我对你的爱没有止境 这还没完 他还在一档真人秀节目中透露 自己特意为了配词学习了厨艺 原因是 妻子喜欢他做的饭 所以为了让他品尝美味 他正在努力提高自己的厨艺 不过尽管如此重视爱人 很多网友还是不太看好这段婚姻 原因不仅仅是他们交往了九个月 就火速结婚 还因为女方的家产 前面提到 他是投资大亨的女儿 父亲身家高达13亿 跟身价3.3亿英镑的贝科汉姆比起来 这位大亨强的不止一点半点 作为富家千金 他自然也不差 据悉 在进入娱乐圈之前 他是一名运动员 专攻取棍球 同时擅长多项极限运动 11岁时他以童心身份出道 并因为变形金刚四中的男主女儿一角 成功在好莱坞站稳脚跟 但他不太热衷演戏 所以他常年混迹于时尚圈 开了不少广告大片 目前身家达到500万英镑 而和爱妻比起来 布鲁克林显然只有球星之子这个称号 之前虽然接受过专业的足球训练 但不知道是训练强度太大 还是他自己能力不足 15岁的时候 他放弃成为老爹的继承人 跑去学习摄影 爱子心切的维多利亚不仅表示支持 还花大价钱 把他送进了著名的艺术学院 哈森设计学院 可不到一年 这位少爷又中途放弃了 理由是他太想家了 所以无法适应学校的生活 这之后每次传出和他相关的新闻 可都是他精彩的感情经历 唯一一次有所成就还是他写书 不过这本书的销量只有3890份 媒体透露 其中不少份额还是贝克汉姆的粉丝贡献的 所以可以说 不管是比家底还是比个人本事 配子都完胜 如此结合 也不怪媒体都称小辈之子高攀富家女 有网友因为布鲁克林改姓氏的行为 称他妥妥的就是千亿富豪的坠婿 还有网友不客气的说道 两个靠家庭结婚的人结婚了 多么乏味的存在 这是教育的失败 他们不觉得丢脸吗 诚如网友所说 一辈子都不工作 也富得留有的两个富家孩子 确实已经拥有相对成功的人生 至于他们接下来的婚姻生活 是否一如既往的幸福美满 就得看他们自己了 一提起娱乐圈的 投胎小达人 贝克汉姆家的小妻 无疑会跃然纸上 那个受尽宠爱的小公主形象跃然眼前 但若与小妻的大嫂妮可拉相比 她似乎又稍显逊色 尼可拉不仅换贝克汉姆为 一 更有一个亿万富豪老爸 她的母亲还是一位名模 真可谓是人生赢家 命运之轮似乎特别眷顾她 1995年出生的尼可拉 已于2022年亲手贝克汉姆的大儿子布鲁克兹 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令人羡慕的是 她不仅是带着爱情回家 更是带着让无数女性艳羡的 包养男人的能力 毕竟 尼可拉的父亲纳尔逊 佩尔茨的财富实在是令人咋舌 就连身家数亿的贝克汉姆在她面前也显得相行见处 在美国 几乎每一次重要的投资背后都有佩尔茨家族的身影 纳尔逊甚至与那位叱咤风云的特朗普都是莫逆之交 特朗普有他的海湖庄园 纳尔逊也有自己的棕榈湾大庄园 那里正是尼可拉与布鲁克林举办婚礼的梦幻之地 价值高达六 两亿 光是卧室就有二十七间 足以让人瞠目结舌 据媒体爆料 纳尔逊的个人资产高达十三亿英镑 换算成人民币 那便是惊人的一百二十多亿 或许 他真的是 穷 得只剩下钱了 然而 说尼可拉命好 并非仅仅因为他的出身 毕竟 富豪之家子弟千千万 但真正活得精彩 过得幸福的却并不多 尼可拉的诞生 对于纳尔逊来说 无疑是晚年得女的最大喜悦 那一年 纳尔逊已经53岁 是九个孩子的父亲 但尼可拉的到来 却让他对这个小女儿闯爱有加 几乎是要什么给什么 只怕给的不够多 而尼可拉的母亲 克劳迪亚海夫娜 佩尔茨 更是一位超级硬核的女人 作为纳尔逊的第三任妻子 他为她生下了八个孩子 更令人惊叹的是 即使奔妻之年 她的身材依旧保持得如此完美 纳尔逊的婚姻经历也相当丰富 结过三次婚 尼可拉的母亲克劳迪亚是 她的第三任妻子 而她的第一任妻子辛西亚 对境同样不容小觑 据说她的父亲是美国 爱陌生广播公司的创始人 纳尔逊21岁时便与辛西亚结尾联礼 两人共度了近十年的婚姻生活 育有两个孩子 然而 这两个孩子至今都保持着神秘的面纱 外界对他们的近况支支甚少 不可否认的是 纳尔逊当年并非出类拔萃 她今日的财富与地位 离不开第一任妻子的支持与助力 而在与辛西亚离婚后 她似乎也遵循了有钱男人的惯例 迅速选择了一位知名女演员作为新的伴侣 这位女演员名叫珍妮弗 奥尼尔 比纳尔逊小了六岁 两人的结合 或许正如外界所言 一个图钱 一个图帽 这段婚姻匆匆走过一年光阴 便画上了句号 两人未曾孕育爱的结晶 直到1985年 克劳迪亚走进了纳尔逊的生活 她比他小了整整12岁 当年已是名震一方的模特 身姿曼妙 容颜倾城 两人步入婚姻的殿堂后 克劳迪亚的肚子仿佛成了生命的摇篮 从1995年起 她接连生下了八个孩子 六个活泼可爱的儿子 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儿 这般生育能力 足以窥见纳尔逊对她深沉的爱意 然而 即便生育了如此多的孩子 克劳迪亚的身材 却仿佛被时光冻结 依旧保持着完美的曲线 如今已年过六旬的她 依旧身姿苗条 柔韧有余 与女儿站在一起 宛如一对姐妹花 至于克劳迪亚的原生家庭 对外界来说始终是个谜 有传言称 她的父亲是花花公子的创始人修海夫娜 但她本人对此从未置评 不过 克劳迪亚在时尚界的影响力 却是毋庸置疑的 她虽已低调多年 但每次出手都是精品 让人惊艳 2022年 在女儿妮可拉的婚礼上 她佩戴着古董珠宝 身着迪奥定制礼服亮相 瞬间成为全场焦点 连对嫂奈身如同睡衣般的礼服 也黯然失色 身为克劳迪亚的女儿 妮可拉一直将母亲视为偶像 据说 她结婚时所穿的华伦天奴婚纱的灵感 正是来源于母亲 可见她对母亲的爱意之深 此时在回首看被嫂维多利亚 似乎有些令人同情 她曾因儿媳未穿自己设计的婚纱 而心生不满 但若妮可拉的婚纱是以母亲为灵感 那岂部正好说明了一个事实 在儿媳心中 婆婆永远无法与母亲相提并论 如此出身的妮可拉 确实让小七难以忘记向背 更何况 她11岁便踏入娱乐圈 这并非因为她有多么优秀 而是因为她愿意 纳尔逊便会倾尽全力为她铺路 铺路克林也好 小七也罢 他们似乎还在享受着 作为新二代的快乐时光 然而 与妮可拉相比 他们似乎有些糟蹋了自己的好出身 令人费解的是 为何如此白富美加持的妮可拉 会选择一无是处的布鲁克林呢 毕竟 从出道至今 妮可拉仅有三段恋情 而布鲁克林的八段恋情 都已是保守估计 但婚姻之事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妮可拉嫁给大布 既不用离开自己的原生家庭 又能继续自己的事业 甚至连婚前协议 都为她的未来权益保驾护航 更值得一提的是 自从与大布在一起后 她似乎有了上岸的趋势 她对外宣称 要成为世界上最好的丈夫 未来还会是最好的父亲 据说现在在家里 妮可拉只吃大布亲手做的饭菜 难道大布的天赋 是被妮可拉发掘出来的吗 既然在其他方面表现平平 那干脆回归家庭做全职富男 也未尝不可 如此看来 妮可拉的好命 真是让人羡慕不已 她拥有自己的美丽事业 有宠爱她的亿万富豪老父亲 在时尚方面 有钱名王母亲指点迷津 而在娱乐圈的影响力 则有贝克汉姆的大名撑腰 这样的她 还有什么可求的呢 有句俗话说的好 或比或得扔 人比人得死 妮可拉的命运 就是那种让人无法比较的存在 如果有人想不开 大可以拿来与她比一比 只是结局如何 就只能自求多福了 近日 贝克汉姆家的婆媳关系 再度掀起波澜 一场看似平静的时尚杂志采访背后 暗藏着难以言说的矛盾 不久前 贝克汉姆的大儿子布鲁克林 与其妻子妮可拉携手 登上某知名时尚杂志的九月刊 共同接受了专访 消息一出 布鲁克林的母亲维多利亚 随即在社交媒体上 送上了对儿子的祝福 但字里横肩 却对儿媳妮可拉 只字未提 微妙的氛围 让外界纷纷猜测两人之间的关系 事实上 维多利亚与儿媳妮可拉之间的不和 早在布鲁克林的婚礼上 便显露无遗 妮可拉出身于美国纽约的富裕家庭 母亲是超模 父亲更是美国亿万富豪 这场盛大的婚礼 由妮可拉的富豪父亲 纳尔逊 佩尔茨全程赞助 耗资高达300万英镑 折合人民币约2400万元 婚礼的策划与统筹 更是妮可拉母女亲力亲为 将婚礼场地选在了自家的庄园 尽显尊贵与气派 作为设计师的维多利亚 原本理应成为儿媳婚礼上婚纱的设计师 然而 妮可拉却选择了另一个品牌的婚纱 令维多利亚倍感失落 妮可拉在接受采访时解释称 并非自己不愿穿婆婆设计的婚纱 而是维多利亚的工作室 无法满足她的款式需求 然而 方间传闻却称 妮可拉总是让维多利亚设计东西 却从未真正穿戴过婆婆的设计 这无疑加深了两人之间的裂痕 婚礼当天 维多利亚身穿华美吊带裙入场 风头甚至盖过了儿媳妮可拉 让这场婚礼更加充满戏剧性 更令人震惊的是 婚礼上原本安排的是布鲁克林与妮可拉的 情侣舞 作为第一支舞 但好友兼格莱美最佳男歌手 Mark Anthony却擅自答应了维多利亚的请求 将第一支舞的机会 让给了布鲁克林和维多利亚 上演了一场 母子舞 这无疑是对妮可拉的极大不尊重 自此 维多利亚与儿媳妮可拉之间的矛盾愈发激化 而这次的 时尚杂志 事件更是将婆媳矛盾推向了高潮 两人的矛盾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化 家庭矛盾俨然成为了世界级八卦 作为贝克汉姆家的长子 布鲁克林虽然被受宠爱 但她的成长道路似乎并不平坦 无语有云 罐子如沙子 此母出败 布鲁克林十五岁便被送入切尔西青年队 然而不到两个月便被开除 此后 她转行成为自由摄影师 在这个职业中结识了不少模特 并展开了多次约会 这些经历或许也反映出了她性格中的某些缺陷 使得她在处理家庭关系时显得力不从心 如今 布鲁克林与尼克拉喜结连礼 然而有些媒体却不客气地给她贴上了 吃暖饭和标签 甚至戏谑贝克汉姆是把儿子嫁了出去 相较于佩尔茨家族的庞大财富 布鲁克林与尼克拉的爱情似乎带有些许 瘫高知的味道 更让人惊讶的是 布鲁克林似乎坚定地站在她妻子的阵营 这让维多利亚感到痛心疾首 在人们的普遍观念里 若是一段 瘫高知 的婚姻中 相对弱势的家庭能够保持低调谦逊 或许还能相安无事 然而 维多利亚却是个自尊心极强 绝不服输的人 即便财富和地位相差悬殊 她也绝不允许 自己和贝克汉姆家族 在气势上逊色于人 因此 婚礼上她抢尽风头 与儿子共舞 并在之后的场合中 绝口不提儿媳妇 这些举动 都极其符合维多利亚的个性 从贝克汉姆家的 婆媳矛盾升级事件中 我们不难看出 无论是嫁入豪门 还是入坠豪门 其中的纷争和冲突 都不可避免 即便不像贝克汉姆一家 这般剑拔弩张 也必定是暗流涌动 这样的背景下 又怎能轻易获得 轻松自在的幸福与美满呢 大一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